侯友宜家族的凯旋院近日才说要捐作社宅使用 没想到风波还没有平息 民进党召开记者会指控说凯旋院从2017年过后就没有安检过 而且秀出了凯旋院内部的画面 发现有很多地方是不符合相关规定的 民进党质疑侯友宜根本不重视学生安危 民进党召开记者会秀出侯友宜家族凯旋院内部画面 揭露走到楼梯宽度都不符合规定 更没有消防洒水系统 执疑2017年过后凯旋院就没有安检记录 凯旋院从106年至今都没有申报 民进党发言人张志豪提起同年发生的综合纵火案 侯友宜当年这么说 张志豪质疑侯友宜根本说一套做一套 台北市议员检书赔更揭露凯旋院使用执照登记99户 网路上表单却显示103户出租 难道多出4户没有使照 请问侯友宜先生当时多出来的这4户 你有没有申请室内装修 新北市议员颜卫茨更说 新北市政府网站上公开资料 侯友宜是公共安全召集人 但是其余两位都已经辞职 知一根本没有在开安全督导会议 很显然的侯友宜只顾爽赚租金 不顾学生安危 我们感到非常遗憾 现在强调校园安全 现在你自己的房子 也在校园的一个宿舍 那根本在打自己脸 侯友宜才刚说要将凯旋院捐作社宅 没想到被质疑有公安疑虑 凯旋院这体侯友宜还得再想办法解开 记者我传言张嘉玲 林汉亭台北仓报道